大家好,我是美食姐姐 今天我们来做翡翠白菜卷 我们需要300克的猪肉 75克的青葱 20克的姜 8片白菜叶 还需要盐,糖,无香粉,酱油,食硬油,蚝油 一个鸡蛋和少许的香菜 我们把青葱切末 把它们收到盆里 把姜也剁成碎末 收到盆里 白菜叶从中间卸断 我们直用白菜叶比较软的部分 我们先来调馅 倒入两汤匙的食硬油 半汤匙的糖 四分之一汤匙的盐 四分之一汤匙的无香粉 一点五汤匙的酱油 把它们稍微搅拌一下 加入一个鸡蛋 然后顺着一个方向搅拌均匀 我们的馅儿就准备好了 我们再来把白菜叶焯一下水 开水中加入少许的盐和适应油 是为了让白菜叶保持翠绿的颜色 菜叶变软后就可以捞出来了 白菜叶放凉后 我们就可以开始包白菜卷了 取一个菜叶 放上一大汤匙的肉馅 把菜叶的底部遮上来 再把两边遮过来 往上一滚动 一个菜卷就好了 放入盘子时要注意风口处朝下 我把剩余的包完 我们就可以上锅蒸白菜卷了 好 白菜卷都包好了 水开以后放入白菜卷 盖好锅盖大火蒸18分钟 当然了 蒸的时间的长短 需要根据你要蒸的白菜卷的大小来调整 好 18分钟到了 我们的白菜卷可以出锅了 另取一锅 把盘中的汤汁倒入锅中 我要用这些汤汁调一个调料汁 这些汤汁可都是精华 味道非常的鲜美 加入少许的食用油 大约一汤匙的蚝油 我们把汤汁稍微的收一下 我们的调料汁就做好了 我们把调料汁均匀的浇在白菜卷上 再放上少许的香菜点缀一下 就可以上桌了 这道菜不但味道鲜美 营养丰富 而且鱼意深远 过节的时候端上这一道菜 白菜百财 恭喜发财 每个人都会喜气洋洋 好 我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